当十二周岁的中国好声音把民选作为在职Plan B时 这档卫视音宗终于开始向往声低头了吗? 上个星期 中国好声音2023及舞台2023两档音宗相继开播 截至发稿前 孤独数据显示 中国好声音2023最高热度为56.7 舞台2023最高热度50.32 首期看来 两档综艺并没有实现开场炸裂的程度 后续表现有待观望 这两档具有时代代表性的卫视综艺和网络综艺 各自有所侧重 又在某些方面殊途同归 中国好声音2023在开播之前已经点满了BUFF 一方面 刀狼一手罗刹还是令公众在此曲之一里掀起舆论风暴 以至于在首播不到两分钟时 官方账号便迅速涌入大量相关评论 随后官方直接关闭评论区 另一方面 因为新一季的开创性赛制调整 这一季的好声音 也被部分观众戏称为中国好唱跳 而舞台2023则是让大众期待已久的S加级别青年竞技演出类型 内于如今没有选秀 让部分观众对青年 竞演 舞台 成长类关键词格外敏感 也让各个平台的舞台类节目在今年骤然增加 娱乐独角受观察到 今年如中国好声音这类主推素人的综艺开始逐渐向往升舞台偏航 将舞台作为出场的标准之一 而舞台2023这类综艺节目也早已将视线放置公众视野下的素人身上 即便是已经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的成熟议员 也要通过赛制设置尽量将嘉宾从一开始就拉到一条水平线上 毕竟综艺市场中 公众对于内于活人与真实叙事是共同的诉求 卫视 网综终于殊途同归 每年都在导师与赛制上做文章的好声音 在今年也不例外 中国好声音2023邀请了历届最年轻的全新导师阵容 薛之谦 刘宪华 潘伟波 周化进四位导师 薛之谦 刘宪华成为气氛组担当 而在备受关注的唱跳赛到新赛制上 四位导师也看法各异 盲选和明选 关乎于声音是否有足够的辨识度 关乎于是否为唱跳舞台 关乎于选手对自己的定位 在娱乐独角兽看来 节目之所以增加明选赛道 是音乐聆听多样化 审美分重化时代的必然趋势 这样的赛制迭代 很契合短视频时代下 音乐不仅要被听见 还要被看见的聆听习惯 节目中 第二位选手进行了原创舞台的唱跳表演 但提前选择了常规的盲选方式 最终没有一位导师转身 导师们认为唱跳歌首选盲选是选错了 好声音的总导演金磊 曾表示2023中国好声音 将是年轻学员追求自我 展现个人风格魅力的全新舞台 年轻化的定位已经不是好声音 首次想要尝试的方向了 但像唱跳舞台妥协 却是实打实的第一次 另一边 作为一档网声综艺 舞台2023将分众化审美发挥的更加肆无忌惮 在选手集结阶段 节目组先是发出了一个个灵魂拷问 包括拷问选手们有谁在舞台上做不出名堂 还可以回去继承家产 有谁觉得自己火过 但现在糊了 一方面 这样看似犀利的问题能只给到观众每位选手的记忆点 另一方面 青年家社会的议题已经是综艺界经久不衰的价值命题 节目另外的有趣之处在于为选手们设置了生存模式选择的设定 包括为自己定位的孤勇者 可以重新演一次的胆小鬼 Battle 其他选手的挑战者 可通过冒险获得免死金牌的冒险者 以及大隐隐于世 没有任何加成的平凡者模式 这样设置的好处在于可以在一开始就为选手们立下人设 比如在舞台2023节目中 在舞台上做不出名趟 还可以回家继承家产的选手李天泽 在进行第一场表演时 弹幕已经开始撰写总裁文 如重生之支商会老总给我唱歌 而自认为自己火过 但现在糊了得懒多多扮演者黄玉博 也因为舞台剧穿搭和一系列亢奋行径 被观众评为中二少年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档节目播出后 一个新鲜的名词 因舞人群体被看见 好声音2023中 首位获得四转的名选赛道选手百林 用音乐与舞蹈演出了遗书 被艾勒称作人歌合一的张子玉留下了精卫舞台 有趣的是 这两位选手看似都是闯入公众视野的新鲜面孔 实际上已经在各自领域有所建树 前者百林是台湾音乐综艺《生灵之王》第三季的总冠军 后者张子玉则是2020年以翻唱歌手迷人的耗子金身份走红 截至发稿前 精卫的抖音单条舞台视频播放超145.6万 可以看到 如好声音这类素人竹梦综艺开始接纳唱跳舞台 与舞台2023这类舞台经演综艺将主要视线投掷到半素人的民间高手身上 卫视综艺与网综终于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殊途同归 类于开始偏好半熟素人 不知从何时开始 如歌手我是唱作人等神仙打架类 想版个人竞演舞台类综艺悄悄离开了主流视野 取而代之的是依旧众星云级的乘风破浪披荆斩棘等团宗 与这两年间骤然诞生的多档生熟夹杂的综艺 众电级项目不再是全明星阵容 也不再是纯素人阵容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半熟素人 从选手阵容来看 这类节目大部分是介于素人与红人之间的民间艺人 一种思路是邀请许多尚未打开知名度的爱豆型艺人 比如今年的黑马星宗种地霸 作为一档即时劳作类综艺 选择了一众出道但不出名的艺人 不给通告费和剧本 最终将一批劳动青年推至公众视野 另外一种思路 显然是挖掘一些低调的民间高手 好声音系列自不必多说 历届大部分选手是民间素人 而舞台2022则倾向于互联网人气选手 比如拿到B站2022年年度新人奖 粉丝58.4万的王OK 在B站翻唱视频最高观看数破百万 比如早已是乐队圈知名前辈的低调被厮守 音乐人朴宇 在比如演唱过我爱你中国开头部分 今年只有19岁的张子玉 这样的偏好方式在另外一档综艺中更加明显 腾讯视频的《少年型集》接了24位热爱传统文化的少年 来到林林学院学习和生活 选手们面貌多样 性格鲜活 身怀武术 戏曲 民族舞 民族乐器等绝技 通过休息学分的方式 争夺登上青青剧场并成为主演的机会 也邀请了30岁以下的青年新鲜面孔 包括煤派传人郭宇扬 昆曲演员王普世 将传统戏曲与流行音乐融合 安宇 吕燕良等新锐音乐人 将生活精密写金元创音乐 导师为李宇春 何炯 张亚东 纳音 谢霆锋 郑君 汪峰 吴建豪 黄子涛 吴清风 刘宪华等一众艺人 竞技类舞台综艺偏好观众眼中的半熟素人 而生活画场景类综艺 则开始偏好起彼此互为熟人的嘉宾 比如此前的毛血旺 以及今年推出的野猪一家 朋友请吃饭一起撸串吧 等偏好半熟素人的背后 是内于急需活人的核心诉求 普通人追梦的叙事 永远在综艺市场中长青 无论是知识竞技还是体力对拼 通过努力追逐梦想是公众乐意看到的 如好声音这类卫视综艺 就将追逐音乐的梦想内核贯彻到底 以青年为人物核心的舞台类综艺 显然能够将分众化喜好 更精准地表达出来 而随着一批又一批青年舞台 呈现类综艺陆续出现 青年暑期英宗的战斗才刚刚打响 分析的叙事 但是从心本高下攻起来 这一批从刀竞技能量 后遍可得的叙事